欢迎来到旅游耳语频道 韩国是一个迷人的国家 拥有丰富的文化 美味的食物和迷人的自然景观 无论您是历史爱好者 美食家、冒险家还是大自然爱好者 每个人在韩国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景点和活动 以下是有关在韩国观光和活动的一些重要建议 探索首尔 韩国首都首尔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令人兴奋的大都市 是所有旅行者的必游之地 在首尔有数不清的景点和活动 包括参观著名的景福宫 探索江南和宏大的时尚街区 在明洞区购物以及品尝美味的韩国街头美食 游览济州岛 济州岛是一个美丽的火山岛 位于韩国南部海岸附近 济州岛以其迷人的海滩 茂密的森林和独特的文化而闻名 是当地人和游客的热门目的地 游客可以探索岛上的自然奇观 包括城山日出风和天地渊瀑布 或在济州民俗村了解济州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在雪月商国家公园远足 雪月商国家公园位于韩国东北部 拥有该国一些最迷人的自然景观 游客可以徒步穿过公园美丽的小径 包括广受欢迎的欧森巴维 Rock Tree 从那里可以欣赏到周围群山和海岸线的壮丽景色 了解韩国历史 韩国拥有丰富而复杂的历史 值得探索 游客可以在庆州历史区了解韩国的古代历史 庆州历史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包括韩国古代王国的数十座寺庙、陵墓和宫殿 非军市区DMZ是历史爱好者的另一个庇游之地 因为它是世界上首位最严密的边界 并且可以独特地观察朝鲜和韩国之间持续地紧张局势 体验韩国料理、韩国料理以其大胆的风味 独特的香料和健康的食材而闻名 游客可以在当地餐厅品尝食锅拌饭 泡菜和烤肉等传统韩国菜肴 或品尝年糕、辣年糕和热饼、甜煎饼等街头美食 在韩国水疗中心放松身心 韩国水疗中心或汉蒸房是一种独特而放松的体验 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欢迎 游客可以浸泡在热水池中 在蒸汽浴室放松身心 并享受各种水疗护理 包括按摩和磨砂 享受韩国节日 韩国一年四季都有各种节日 包括首尔元宵节 宝宁泥江节和安东假面舞节 这些节日是体验韩国文化和传统的绝佳方式 对所有年龄段的游客来说都很有趣 韩国是一个美妙的目的地 融合了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 无论您是在寻找冒险、放松 还是只是想品尝韩国美食 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